我們抓的資料呢 就是在延伸抓什麼 抓那個一整年的資料 比如說我希望從2021的1月1號 抓到2021的今天日期維持 那怎麼全部抓下來 跟各位講一下這邊有一個 簡單的方法 我剛剛講過 它是有別於這個大樂透 樂透雲裡面 它其實這個就是它的程式 然後呢只要我點選 因為我這邊有點1的話 它上面會有這個帶參數 那這個參數其實就是用get的方式 也就是參數讓你看到 另外一種是看不到 可是實際上是真的看不到嗎 其實也不是 那只是說它把它躲起來 那躲在哪裡 跟各位講 你可以1在這個表格上面按右鍵 任何地方都可以 也這樣檢查 然後呢 可是我想要知道那個參數到底怎麼下 那我怎麼怎麼去下 接下來的動作 其實會比較進階喔 可是很實用 按右鍵之後的話 檢查之後 請你點選什麼 這旁邊有個箭頭 這邊有一個躲 一個叫Network 什麼叫Network 就網路嘛 那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呢 你先切到這邊Networ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 你就是按下這個送出資料 那你會發現啊 這Network它就會去把這個網頁 它跟網路之間做資料交換 就是取得資料的紀錄啊 都幫你紀錄在這裡了 所以這裡面有點像是一個 什麼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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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行車紀錄器或者是什麼 反正紀錄歷程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就把這個Network打開之後 然後按下送出 那你會發現呢 只要這個網頁 曾經做過的動作呢 它全部都列出來了 那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第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有一個什麼呢 城市的名稱 城市名稱通常是指這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不是有一支城市 指的就這一個 那裡面的話呢 會帶參數 可是參數長哪裡 特別是有 它長的位置就是點擊它 你會發現喔 這邊就會有一個叫做Headers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邊的話 它會 理論上會躲在這個Headers裡面 的最下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在Headers 或者是你拉開 它其實會有 有時候會放在Payload 有時候會放在Headers 那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們在Network 然後按送出 所以這個是1 這是2 然後3的話就點這邊喔 然後看到Headers的最下面 所以這個卷軸拉到最下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會有兩個參數 那也就是我把這兩個參數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的城市裡面就OK了 所以我要怎麼去抓喔 那你會發現兩個參數 這個參數叫什麼 Querie Querie的查詢 Start date 然後 記得然後將來把它改成等號 等於這一個日期 然後呢 這個結束日期 中間呢 記得兩個參數中間加end 改個方法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我已經知道有兩個參數了 第一個第二個 那接下來如果要下載資料 其實你可以拿大樂透這個來改就可以了 大樂透這邊有一個範本 那你可以把這個程式Ctrl C 然後貼到哪裡呢 你可以把它貼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比如說我這邊 假如這個底下 這個把它貼上 我找一個module貼上 然後呢 這個程式裡面要改哪些地方 我大概改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確認一下我前面有沒有寫過一樣的 OK 這好像 這有個匯率下 沒關係 反正我把它改成下載好了 OK 好 那第一個的話 當然網址 改成什麼呢 改成上面這個網址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是 奇交所嘛 就這個網址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樂透 大樂透下載的這個網址 本來那個網址把它蓋掉 記得頭 尾巴一定要留一個雙引號了 然後豆點這個分號都要留下來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還要知道它的web table 什麼叫web table web的話指的是網站 網站上面的tables 意思是說 你要抓的資料是在第幾個表格 所以這個可以先關掉 所以這個參數 我先把它移到旁邊好了 所以我已經知道我有兩個參數 我們先把這個參數先完成好了 然後待會再改那個web table 然後我接下來需要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放哪裡呢 記得喔 放在distination的下一個喔 就是web formatting上面 你增加一個參數 參數名稱叫做什麼 post 我剛剛講過喔 我剛剛講過喔 如果你的那個參數是看得到的話 就是get 那如果你參數看不到就post post什麼呢 test 所以你就加一個post test 等於 那等於的話呢 那等於的話呢 後面加一個雙引號喔 那接下來就給兩個參數 拿兩個參數 這個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喔 把它複製一下 第一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它的這個post test裡面 第一個喔 我給它第一個參數 然後呢 記得喔 如果是冒號 把它改成等於 然後呢 如果還有第二個參數 因為我們有兩個嘛 所以and and什麼呢 and第二個參數 所以再把這個第二個參數一樣複製 所以將來如果有幾個參數 你就複製幾個就對了 所以兩個 然後複製到這邊 中間記得加and的符號 那如果有冒號呢 請你把它改成等號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參數了 這個的話呢 當然喔 如果是post 你就是意思就看不到 但如果未來 像那個大樂透的部分 它是看不到參數是在這個上面 那就 你就用那個方法 所以get其實要抓比較好抓 post比較麻煩一些 第一個喔 我們已經把那個下載的部分 第一個網址變更 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 加一個點posttest 然後呢 給它我們要的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實際上是可以從 網路上面查過來 那不過你現在如果run的話 應該抓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webtable是第五個 可是問題是 是不是第五個呢 當然喔 你如果假設run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run 現在run會不會成功呢 其實我 我隨便開 我開一個空白的工作簿好了 我把它這樣run一下 看一下資料會不會下來 有沒有資料下來呢 欸 有資料下來 但是問題喔 抓的資料 抓錯了 為什麼 因為你跟它講 是webtable第五個 它就抓什麼 那個網頁裡面的第五個table 第五個表格 那第五個表格就這個啦 可是我怎麼知道這是 那我那個要抓的是第幾個表格呢 接下來的話喔 你可能還要用意 就是再把這個關掉一下 切圍到剛剛的檢查 所以一樣喔 我要這個表格嘛 所以你在這個表格的左上角 比如說日期上方按右鍵 選取之後喔 按右鍵一樣檢查 那我剛剛講過啦 它的table應該在這裡 在哪裡 在這裡有沒有 小於table 指的是這一個 那可是問題喔 我怎麼知道呢 它是在這一個網頁裡面 的第幾個表格 OK 第幾個表格 那如果我知道 第幾個表格 我就把那個數字填過去就可以了 其實喔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因為實在是 總不可能說喔 像我看之前有 那個研習的時候 我看我有老師這樣啊 怎麼看 他從上一直往下看 看有沒有那個 小於table 有的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但問題跟各位講喔 這個實在是 不好這樣看喔 所以呢 有一個方法 我想到一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呢 你就是 找到這個table喔 那當然不一定要找到啦 你直接知道table這個名稱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按下Ctrl加F 尋找 Ctrl F 那你會發現呢 你在這個底下 它會跳這個框框喔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Cancell一下 在Ctrl F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找一下喔 這個網頁裡面喔 這個table的名稱 那你會發現呢 它總共有18個table名稱 但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那個網頁的標籤的話喔 記得前面一定要再加一個小於符號 這樣子的話呢 才是那個所謂的表格的網頁標籤喔 所以這個可能要加 你會發現加之後的話 它的數量呢 本來是8個 昨晚變8個啦 意思說這個表格裡面呢 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會有8個表格 那我們的表格目前排在哪裡 那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上下鍵有沒有 如果向下 目前是第一個啦 那第一個在哪裡 不知道 向下一個 第二個的話你會發現喔 當你點 第幾個的時候有沒有 它其實會幫你把這邊做個mark 你們可以注意一下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向下 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就是說 你第二個的話是這個啦 這個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是哪一個呢 第三個向下一個 下一個 有沒有 第三個呢 實際上就是我們要的 就是這一塊 第四個呢 第四個就這個 所以如果你webtable等於4就抓到這個資料 那剛剛抓的第五個是在哪裡 有沒有 第五個就這個啦 所以你會發現它就把這些資料抓回來了 那以此類推 所以以後你要抓 這個網頁的第幾個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我們知道它是在第三個 所以呢 最後呢 再把什麼呢 這個這個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我再開一個空白來試試看好了 把webtable這個數字改成3 好這樣的話完成 我們試試看好了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個時候呢 他就很順利的幫我把資料給抓下來 有沒有 那剛好也是一樣B到K 而且你會發現 他的日期 居然是正確的 跟之前的事不一樣 我們好像沒修正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是 只要改一下這個地方就OK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拿哪邊來改 大樂透這個歷史資料這個範本 主要改的地方有幾個 第一個的話 就是這個網址 有沒有 把那個網址貼過來 第二個的話 增加一個Positex 那記得你的start date 1月1號 end date 12月28 OK 然後webtable 這個改一下 改成3 所以總共有1 有2 有3 三個地方更改就OK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以後的話 那個網頁 其實如果你要爬蟲的話 當然你可以拿那個大樂透的這個當範本 其實它是蠻好用的 因為它裡面實際上 就是用了一個方法叫 一個物件叫querytable querytable顧名思義 query就查詢 table的話 就是網頁裡面的表格 所以假如說你要抓的是網頁裡面的表格 那通通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完成 那只是差別是說呢 它傳遞參數是用get 還是用posser 如果用get的話 那你就可以類似用大樂透的方法去抓 如果是posser 就上面參數看不到 那你就是用剛剛講的這個方法去抓 OK 所以其實 當然這個又是等於是爬蟲 又要再騙上一層樓了 OK 所以其實網路爬蟲 真的水很深啦 有多深 其實你們可以想想想想 因為之前也蠻多同學常問說 老師如果什麼什麼網一站 我抓不到怎麼辦 那你就要想辦法 因為其實真的很多時候是道告一詞 然後魔告一丈 OK 甚至之前好像歐盟也因為這樣關係 好像要立法 就是說呢 他們就是在討論說呢 到底爬蟲這個行為 是不是不被允許的 因為爬蟲好像等於有點像侵犯 那個人家主機上面的資料的權利 後來好像審查結果是沒有通過 因為他認為說你 假設你資料都已經放在網路上面是open 是公開的 那你為什麼又限制人家 不能讓人家去抓這個資料 OK 不過其實當然 你爬蟲的資料還是要 就是有一定的禮貌 因為當然 也不能說任意的去抓取 造成別人的主機的負擔 因為有時候程式抓太快了 那流量太大了 所以有可能會因為這樣干擾到 其他正常使用客戶的權利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大概改了三個地方 就可以把那個 我們的 資料 本來只能抓兩個月 就可以抓一整年的資料下來 試試看 好 大概 大概